LED封装厂龙达社会与全球龙头厂Cree的入股正式启动了大规模扩产行动 那预计明年上半年要大举扩充产能 而且调高今年的资本支出来到30亿元 比去年一口气增加了有三倍 欧洲最大消费性电子展依法才刚落幕 今年聚焦在穿戴式装置 只会手机平板电脑 就连超高解析度的4K 2K大电视也成为战场新亮点 大电视正行连带拉伸LED背光需求 尽管进入第三季客户库存调整期 但整体试况稳定 加上美国今年开始禁用白赤灯 也让LED族群信心大增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效应 能够在繁能解保的产业里头 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8月底被全国LED照明龙头 KRI向众路股 让龙达营运脚步更扎实 大举调高资本支出到30亿元 较去年的10亿元一口气翻了三倍 龙达不会言 除了KRI的代工订单之外 扩产主要看好市场稳定的长期需求 今年先将扩充后段封装产能 第三季开始陆续释出 至于前段累金以及晶片产能 龙达强调会先以修改机台的方式增产 至于要新增多少机台还在规划中 目前已经新增竹南新厂 扩产空间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明年上半年之前增加40%到50%的 新增产能不是问题 创下集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产行动 分身陈建伟台北报道